好了大家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款这个不锈钢手动脚肉机 因为我舅舅买了一款 我爸看到挺喜欢的 我爸就喜欢不锈钢铝鱼肉精 这些做的东西 数量他一类都不喜欢 因为这些不锈钢铝鱼肉精 特别结实又不生锈啥的 这个价钱是299 来我上次猜错了 我以为那个巨量是这个脚肉机 这个也可以灌藏 本来我是想买电动的 然后他们说这个电动的特别浓一块 好重这个 他这里写的单独搅这个肥肉 或者这个肉中的肥肉比例大了 最好是把这个肉放入这个冰箱中冷冻 二三十分钟 这样搅出来的颗粒就比较好 这个是粗肉孔 里面有个这个不锈钢狮字刀片 来这里有两个这个不锈钢粗肉板 一个大孔的一个小孔的 它这个可以全部拆卸的 这是一个这个转轴 好了我刚刚倒洗了一下这个脚肉机 先把这个楼旋轴塞进去 然后这个狮字刀这里装上去 可以装反了 这平到这里朝外 然后再放一块这个粗肉板 然后再扭上去 当然如果你要换床的话 然后这样再套上去 然后这个柱上什么从这里套进去 然后这个摇把 你就做 好这个不锈钢 角肉机就组装完毕了 然后这个固定的话 这里一个吸盘 然后这个比较光滑的桌面就可以吸 特别难掰啊这个 这个应该再加厂一点 吸得好紧 这个确实要改定一下 然后像这种粗糙的桌面也没关系 用这个固定器 这里一个孔 这样扭紧啊 这样也没问题啊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搅肉 我把这个皮给去了 放这种瘦肉比较多的放进去 它挺轻松的 哇你看 你看这个垃末 哇真的 放这个肥肉进去啊 就比较难搅 感觉像卡住了一样 难怪它做这种肥肉啊 或者肥肉态度要冰冻一下 嗯还不错 反正以后做饺子做少 应该不用再剁了 所以剁这种信息是挺烦的 哇 真的有一点肥肉 我感觉就特别难咬 怎么这么多水 这不会是传说中的住水住落吧 没了 这些我待会去冰冻一下 再来搅 这种全是肥肉居多 刚才肥肉特别费劲 搅起来 哇搅得还不错 说实际上平常 多这么一点肉腔是够腔 哇 里面还有肉 像这种瘦肉什么的 搅起来是一点都不费劲 这肥肉不冰冻 搅起来是特别费劲 像这种肉皮筋啊什么的 就更费劲 还有就是这个细盘啊 我个人感觉明显还可以 加重一点 因为这样实在是受不了力啊 搅这个特别难搅啊 好这个带肥肉的我去冰冻了一下 然后这个桌面就可以用这个锡盘 说到这个确实要就改进一下 太短了 先吸住了 好了我们先把这个冰冻的 嗯 竹笼放进去 搅 这个一定要用这个棒子啊 千万不能用手指这样 嗯 压这个肉 你看这个螺纹看到没 如果你一手按 按到下去了 你找个款 你看直接压进去 手指都会夹烂掉 所以这一点特别特别要小心 这个棒子是必须要有的 冰冻后 嚼起来确实更轻松一些 总的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用这个棍子啊 千万不能用手压这个肉 这一点真的是特危险啊 如果一不小心 手指就会废掉 哦我发现这个是这样的 它摇到最后的时候 它这里是会剩这个肉 已经摇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已经扭到头了 它都是会剩的 但如果你里面加肉 然后继续摇 这个就会压出来 还是会剩这个肉 然后这个清洗的话 这个可以全部拆掉 这一点还是好 这个也可以拆出来洗 这里面需要用这个刷子啊 送到这个刷子刷 清洗的话还是挺简单的 挺方便的 这个刀片好容易生锈啊 昨天用的今天就生锈了 这是锈机啊